说起喜剧演员 大家总会想到他们嘻嘻哈哈的笑声和笨拙搞怪的动作 在荧幕前的短短几分钟 他们恨不得将全身的包袱抖出来 只为博大家一笑 香港娱乐圈中不发一些喜剧明星 而有七位艺人则可以被称为港圈中的喜剧巨星 他们给大众带去了欢乐 但如今却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 一、吴耀翰 1939年出生的吴耀翰今年已经82岁了 他可以称得上港圈中的初代喜剧巨星 早年吴耀翰曾赴英国留学 毕业后加入英国BBC电视台演出 1970年他选择回港 主演电视剧《群星谱》第一集及主持喜剧节目 成为一名喜剧演员 不仅如此吴耀翰还和成龙大哥几度合作 出演了《快餐车》、《福星高照》、《夏日福星》等影片 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喜剧演员 不过吴耀翰的晚年生活却不尽如人意 首先是他的身体问题 之前曾做了心脏血栓塞手术 后来又患上了肾衰竭 由于年龄较大 只能靠洗肾来维持 不仅令人担心他的身体健康 其次 孩子也令他操心 之前港媒爆出 他52岁的女儿因为制毒被抓起来了 而家住女儿隔壁的吴耀翰则回应 自己并不知情 也引来了不少争议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吴耀翰是一名富二代 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进入娱乐圈后 他一度细约不断 赚到盆满钵满 买下了不少房子 多辆豪车 不过他认为子女应该自力更生 而不是靠老爸供养 因此他没有将钱分给子女 9月7日 吴耀翰儿子吴家龙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分享了一组照片和视频 曝光了自己与老爸的近况 画面中 老戏骨吴耀翰穿着灰色T恤出镜 脸上戴着大大的口罩和眼镜 打扮朴素 已经82岁的他 满头白发 皱纹横生 二 吴梦达 1952年出生的吴梦达 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位喜剧巨星 他的不少影视作品都被奉为喜剧经典 也被誉为香港黄金配角 1973年 吴梦达报考了第三期香港无线电视议员培训班 从而进入演艺圈 后来 他因楚留乡传奇中的胡铁花一角而受到注意 1991年 1991年 吴梦达凭借电影《天若有情》获得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 但进入九十年代后 吴梦达与周星驰开始合作 成为一对无厘头的搞笑搭档 参演数十部星爷的电影 耳熟能详的就有《赌盛》 《桃学威龙》 《鹿顶记》等等 也令他稳坐香港搞笑男二号的头把交椅 但吴梦达的身体状况一直都不算特别好 2000年 被诊断为糖尿病指数太高 2014年 他因疲累 心脏疼就诊 被诊断是病毒感染至心脏衰竭 2020年年底 吴梦达被查出患上肝癌 于2021年2月27日 最终在香港仁安医院离世 一代谐星陨落 只愿笑留人间 三 十天 1949年出生的十天 是一位香港电影界的奇才 更是香港电影界的一位传奇电影公司 新艺成的幕后主脑之一 他不仅制作了大量优秀电影 还出演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1968年 十天顺利加入邵氏影业 初期只能担任配角 后来他出演了《蛇行雕首》 《无招圣有招》等作品 从80年代开始 他开始转战喜剧界 出演了《欢乐神仙窝》 《追女仔》 《最佳拍档》等作品 票房口碑皆不俗 也奠定十天 孝将喜剧十足的地位 而且 十天颇有商业头脑 有着不少投资项目 回报都很丰富 堪称是港圈中的成功人士 可惜的是 晚年的十天患上了癌症 最终于2021年病逝 令人唏嘘感慨 4.许冠英 许冠英也是港圈中 颇为出色的喜剧明星 他从影40年 出演了超过30部影视作品 是一位十分高产的老牌演员 1971年 徐冠英进入邵氏兄弟有限公司 演员培训班学习 随后便出道拍戏 虽然他在荧幕中经常出演 其貌不扬 且经常受欺负的搞笑角色 但其搞笑功底颇高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其代表作品很多 例如 《僵尸先生》 《天才与白痴》 《最佳拍档之》 《女皇秘令》 《半斤八两》等等 尤其是《僵尸先生》里的徒弟 文才 最让人印象深刻 也令这个角色成了港圈中 倒霉鬼的代表人物 足见其演技不俗 在个人生活方面 徐冠英一直是单身汉 并没有结婚生子 可惜的是 2011年 他被发现在香港家中 因心脏病发而猝世 享年65岁 5.周星驰 人称星爷的周星驰 是华语影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被誉为中国的查理卓碧林 是港圈中不可多得的喜剧奇才 早年 他毕业于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 1980年成为利德电视台的特约演员 从而进入演艺圈 在圈中摸爬滚打十年后 周星驰在1990年 凭借喜剧 一本漫画闯天涯 确立其无厘头的表演风格 同年 其主演的喜剧动作片《赌胜》 打破香港地区票房记录 而人气大涨 20世纪90年代开始 他与成龙 周润发并称为双周一成 都被视作香港电影票房的保证 之后 周星驰的作品备受好评 不管是《桃学威龙》 《神死关》 还是《唐伯虎点秋香》 《喜剧之王》等等 都令他的喜剧天赋被人所认可 后来 周星驰凭借《大话西游》开始转型 令其从无厘头喜剧风格 向后现代风格转变 拿奖无数的周星驰 现在不仅是演员 导演 还涉足商界 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电影人 但周星驰却终身不婚 虽曾与朱音 罗慧娟两位女性相恋过 可惜都没能走到最后 周星驰在性格上 也是相对封闭 自我的人 六 黄百明 黄百明被称为香港电影的活化石 无论是作为编剧 演员 导演 还是制片人和投资人 黄百明为香港电影业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也取得了教人的成就 和前面几位不同的是 黄百明最终以编剧身份进入香港演艺圈 编剧 搭错车 最佳拍档 《何必有我》和阿郎的故事等四部作品 后来 他开始拍戏 出演了《开心鬼》 《加油喜事》等喜剧作品 演技和口碑都不错 展现出了细腻的喜剧风格 虽然黄百明在事业上成就非常高 但是在生活中 却也犯了大多数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1970年 24岁的黄百明和徐文娟步入了婚姻殿堂 婚后的数年里 黄百明的事业依飞冲天 交集应酬不断 身边的莺莺艳艳也是络绎不绝 看着总是不回家的老公 徐文娟也开始变得疑心重重 不停地电话查赶黄百明 两人之间的争吵也频繁爆发 面对多疑的妻子 后来 黄百明干脆直接不回家 沉醉在纸醉金迷的灯红酒绿中 许多年后 黄百明在节目中亲口承认 自己在那段时间里出轨 甚至与徐文娟一度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直到1997年 徐文娟突然被查出临患卵巢癌末期 浪子黄子明猛然觉醒自己亏欠妻子太多 于是他当即决定暂停工作 陪伴妻子共同抗癌 在黄百明的悉心照料下 徐文娟可以下地走路了 黄百明立即决定带着全家去旅行 而在旅行途中 徐文娟的肚子居然越来越小 等到回香港时 他的肿瘤竟然从原来的9公分 缩到了只有一颗黄豆大小 而黄百明为了妻子的病也没少费心思 为了知道药性 他还亲自为妻子试药 从前的黄百明一心扑在工作上 而在徐文娟患病后 他的重点就变成了照顾妻子 直到2012年 徐文娟体内的癌细胞终于被全部消灭 在陪伴妻子抗癌的15年中 黄百明也越来越懂得家人的重要性 2015年 罕见现身综艺的黄百明 破天荒地上了一档节目 只是为了能给妻子一个惊喜 在节目中 从没下过厨的黄百明 在师父的帮助下 为徐文娟做了一顿饭 结婚45年 这是黄百明第一次给妻子送惊喜 徐文娟的感动可想而知 虽然在婚姻中 黄百明也曾背叛过感情 但风雨过后 终见彩虹 相守半生的夫妻二人 依然选择携手前行 如今 76岁的他现在状态却非常好 还在坚持拍戏 其担任监制的电影 《反贪风暴舞》 去年底还上映了 黄百明还会给大家分享生活状态 之前他还能做瑜伽 看起来身体不错 7.陈百祥 陈百祥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港圈喜剧演员 他还是一位主持人 歌手 以及商人 曾被誉为港圈黄金喜剧配角 1968年 与谭永林等人组建失败者乐队 并担任乐队主唱 后来 他曾跑去经商了一段时间 又进入了影视圈拍戏 1984年 陈百祥主演了爱情喜剧片 《青蛙王子》 该片成为了当年十大卖座华语片之一 后来他在周星驰版《唐伯虎点秋香》中 大胆出镜 不惜全裸出镜只为搞笑 从而赢得了影迷的赞誉 1997年 陈百祥以制作人身份 兼制喜剧片 《超级无敌追女仔》 也收获了不少好评 陈百祥除了是一名艺人外 还曾下海经过商 并且还很传奇 70年代 陈百祥离开乐队后去做生意 第一份生意是开办制衣场 刚开始时只有六台制衣机 两三年后 陈百祥陆续开了三件厂 身家过千万元 买了五辆跑车 但随后开始走下坡路 这一场倒闭的时候 还有几百万件衣服 陈百祥自己一个人拉着几百万件衣服 去了中东 和中东的海盗交易 让海盗给他卖衣服 卖一件衣服 海盗提成一美元 三四年才全部卖完 1994年 陈百祥再次进入商业圈 与成龙 曾志伟 谭永林 梅艳芳等众多明星 及一千万港币 成立了一家东方魅力公司 并且上市 市值最高的时候 达到25亿港币 不过由于一个妻子 陈百祥输掉了他几千万的身家 还倒赔了几千万 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破产 虽然陈百祥在事业上起起伏伏 但感情生活却十分幸福 陈百祥的妻子 黄信秀 是香港电视演员 和前广播艺人 1979年 陈百祥与黄信秀 在菲律宾注册结婚 两人恋爱九年之后才结婚 婚后的黄信秀 专心做好妻子 一直在背后支持陈百祥 不过 因为黄信秀生病 做过大手术 很遗憾 不能生育 但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 结婚41年来 夫妻二人一直很甜蜜 如今72岁的他 现在发展也不错 之前还曾担任过晚会主持人 不仅如此 陈百祥还非常爱国 是个令人尊敬的爱国艺人 这些喜剧巨星 为了大众 留下了一步步经典的影视作品 他们带给大家的欢笑 会成为永远的荧幕记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